女生 可是因為像我遇到的那一種是 很可怕 他就是有那種躁鬱症的 他就是動不動就會動手就好 他是先 他是會先對他自己 譬如說 先怒打自己 對 譬如說他跟你講話講一講 他覺得他不爽了 然後他開車開到一半 你們兩個人的對話 只要有一點點 他覺得他聽不下去 他這樣開車 然後這邊是玻璃 他就會這樣撞 好可怕 什麼車子 然後我就嘗試想拉他 我就說你不要這樣 可是在嘻笑的時候 他手一回換我撞玻璃 好可怕 他一推換我撞到 然後我也傻掉了 然後到底是他撞完之後 他受了傷 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覺得這切都是你的錯 要不是你惹我生氣 為什麼現在我會受傷 然後我小時候聽到這些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自己有做錯的事 對 我覺得男生都好會講 我覺得好像是我自己不對 對 我現在不要惹你生氣 然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他就撞牆 反正就是 我騙你了 我騙你了 你知道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好笑 可是當時真的 我是躲在角落會害怕 我是躲在角落裡面不敢看 因為我覺得你不痛嗎 我就往邊看他覺得好痛 而且他是真的解頭公那樣撞 他不是說做做樣子這樣輕輕的 他是會加速過去 然後這樣撞下去的人 弄磚頭 因為我後來受不了 就是每天這樣 然後我受不了 然後我就說 我們就是不適合 我還能死定 我只是竟然敢 我開口 真的 你知道那一天 然後妳就講完自己先說 等一下 趕快自己先說 我跟妳說 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我講完 我以為他要撞 那一天他出新招 他不撞 跳車 他撞你 我跟妳講 沒有 他把陽台打開 跨坐在女兒牆上說 妳再講一次 很小的 傻眼 而且是三秒內 他就瞬間就巴腿開陽台 妳這不是壞人 他是神經病 反正這一次比一次慘 他不是先說他要下去對不對 他沒下去 然後被我拉回來對不對 結果後來又有一次 我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又講了 妳又說要分手了 倒霉的人是我 怎樣 我講完對不對 還幫妳把陽台上 說 我講完 然後覺得情況有點不對 然後想說 那我要先撤退 然後就往門口 想說那我就先走 因為講完 想說繞完話 然後就要走了這樣 我就這樣門一打開 怕他拖回去 然後他就把我整個人 翻過來 在牆上對不對 然後我就嚇到 然後我就拔腿 就又往房子裡面衝 他就進廚房 我還以為他要進廚房幹嘛 他拿一把刀出來 我就撕開 好可怕 我整個人 真的很想說不是吧 妳要嚇我 對 然後他就把我推到牆 刀就在這裡 我... 我... 我那瞬間 一伸在我眼前 好可怕 應該很快吧 因為妳很難吃 不關心 不關心 因為她很年輕 因為她很年輕 應該會進去 等一下就沒了 兩下就到了 什麼意思 我們年紀大了 還要想一下 因為記憶力比較不靜 記憶力比較不靠 記憶力比較不靠 才跑三年 昨天買了什麼包包 對 我跟你講你瞬間是 你知道因為那個水果刀 是短短的 然後在這邊 你就覺得這裡很冰 然後你又不敢看 可是你又想說 到底現在要怎麼樣 因為你覺得你在記憶他 你可能就馬上就再見 就一秒就再見 你可能 他就是你最後看到的人 那時候有哭嗎 什麼大哭 眼淚是像水龍頭一樣 一直掉 我是王思佳大哭好意思 要是我 要是我 大哭我會像賽 對 真的會 我會像賽 然後就讓寶貝 我會像賽 就死得這樣 不要亂 這真的 怎麼會把它湊死 不要亂 不要亂 你怎麼會這樣 不要亂 至少因為他也沒料到你 快來 快來 你現在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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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得下 你那麼就怎麼辦 我就很緊張 我就一直哭 不可惡 像聚電一樣 好恐怖 但是事後回想很好笑 但當時真的 不可怕 腿都軟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一直哭 就跟他說對不起 又是我的錯 然後我又說又是我的錯 然後他倒一放下 你知道我踢了那個牆 就這樣坐在那邊 我只能坐一個小時 我又起不來 因為我覺得太害怕了 好可怕 我覺得我跟你們比 都不是什麼問題 我只不過是在街上被拖刑 或者是說 太陽的被拖刑 被言語 就是被言語 就是講說 妳他們就是講一些三字經 被拖刑是還滿慘 因為被都是寫 在路上 等一下 你才拖刑 等一下 不是 妳在路上被拖刑 因為妳痘痘破掉了 對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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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聽到這一段 會哭 真的 是一個問題 請問被拖刑的時候 自己沒辦法拒絕嗎 沒有 因為我不走 我就是不走 我就是不走路 然後那時候她頭就走了 直接要回她 然後我就是不走 就是妳是妳的問題 然後她就說妳不要走 我說我就是不要走 然後勸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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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倒了嗎 然後她就這樣一直真的 拉著我的手 一直拖我 然後我就一直不起來 妳不起來 我跟妳說 妳不起來 妳在那上面在做 我一定會救她 因為我會以為她在拍戲 妳說這樣進去就 她都盡頭了 妳可以這樣 我就跟她講說 好 妳要 我會以為她在跟她撒嬌 真的 什麼 我會覺得妳要拖是不是 我去看妳人拖多久 然後我就 好開心 好開心 她就雖然很痛 我就起來 我就起來就說 我自己走就好了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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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脫 前面都很快 前面都很快 好笑 我就自己起來 就把她手甩開 就說妳不要在碰我 然後我就後來就自己回去之後 就回去然後就吵架 可是到最後我就是 好特別 對 就是一定 沒有 就一定要她跟我道歉 怎麼樣怎麼樣 妳是跟她道歉 人家拖妳這麼累 拖以前比較胖一點 這個到底是我們太笨呢 還是怎麼樣 還是就是 還是 還是 我們都有遇一些情節困擾住 欠暴力 就是我當下覺得不能輸 這樣 這跟不能輸完全沒有挖頭 這跟四三有困 真的嗎 不能輸啊 我們要約一約一起去看一生 那你們覺得如果男生 不能輸你知道 不能輸代表譬如說 全國觀眾全世界都在看好 你說零輸好 不能輸 那種叫不能輸 你這不是 對 你真的是 你這不能輸什麼 我們要你參加這場比賽 沒有比賽 你沒有比賽 不是 他是參加被拖型比賽 看誰被拖的錢 對 對方旁邊有一隊 譬如說佳玟 我沒有要參加這個比賽 那就可以 你知道嗎 這叫不能輸 你媽媽會相信 你媽媽知道我這會難過死 對 我好想說 你有點在拖型 而且被拖 還忠祖說氣賽 對啊 這很生氣 我們要再檢討一下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還是男人很難搞 男女到底是哪一些星座 就是專情 但是他就是沒辦法專一 專情 這樣到底是什麼意思 才是花心 他對每個都專情 有一些女生也是 有一些女生也是 他對每個都專情 但是他沒有專一 對 喜歡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不專情也不專一的 就沒有上榜 對 所以有可能那個沒上榜 不代表他很專情或很專一 只是說這種矛盾特質很強的 專情可是又不專一 你真的是很想打他 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種一半一半的感覺 真的有病 我們來看到底是誰有病 男生第三名 我實在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讓兩個星座同事上榜 那就是阿信的金牛 跟獅子做專情不專一 我先講獅子好不好 因為獅子不在現場 我覺得獅子其實沒本事不專情 因為通常他們都會遇到 滿照顧他的女生 然後所以獅子男 他是沒有本事不專情的 他也很清楚 可是他會去 在他被那個女朋友 容許的範圍之內 能放多少電算多少電 能不被發現的時候 就玩一玩這樣子 那至於金牛座 那就是阿信 我個人認為 金牛座他們看似淡漠的外表 因為我之前有曾經說過 金牛座他不想放電的時候 他就他好像絕緣體 但是他要放電的話 他每發閉跡 他沒有他得不到的 而且我個人認為 金牛座很緊張 被發現 我個人認為金牛座 他們是有浪子的基因 他們是有的 他們其實是很好奇的 超浪 對 很小孩子的 然後不太想控管自己的 那如果今天他會控管自己 那是代表他想休息 他想休息 累了 累了 所以我在一段感情裡面 休息一下 一下 但是他養足精力以後 他那個浪子精英又來的時候 就是他活躍的時候 我也要請阿信你小心一點 因為專情但不專一的第三名 就是你女朋友的處女 太棒了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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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過招 你要注意他 你要注意他 這就是一個 他忽然間會有一種 什麼 我在我男朋友身上得不到的 你反而懂我 你反而會給我 你會聯繫我 所以他雖然很專情 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種 可是我有男朋友了 我還遇到你 然後我那麼愛我的男朋友 可是你又那麼愛我 好吧 就來一次好了 不是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只是 你來幾次 剛好有空 OK 注意喔 那我們來看專情但不專一的 第二名男生 就是文軒你遇到的 對 雙魚 真的 終於有人蓋過你了 對 我覺得雙魚 他有一種 莫名的擺爛態度 男生 他是任由 我剛剛聽那個故事 他就是看 如果他今天有外遇 是因為他的說法是真的 外面那個人不放棄他 外面的人一直在追他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習慣扮演好人 沒錯 對 他超喜歡扮演好人 沒錯 然後雙魚又跟Fu有關係 又跟命運有關係 所以他 沒錯 他傾向於不做任何努力 對 今天他遇到什麼狀況 誰叫老天爺要安排這種狀況 給他 不是他要的 他會寧願當皮球 被人家推來推去這樣子 是 他也覺得OK 但是通常 雙魚座 他真正會挑選的另外一半 都是嚴選 其實是嚴選的 是不是 經過嚴選的嚴選 對 所以通常 對 通常他會 為了嚴選的對象 就是我會盡最大的努力 Hold住你 但是至於我生命中 其他命運的安排 那我不能拒絕 我們來看專型但不專一的 所以文璇你也不是沈若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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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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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其實我覺得 因為射手座是變動星座 我覺得變動星座非常兩極化 一種就是可憐兮兮的歐巴桑 或者是可憐兮兮的那一種弱者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公主 那如果這個射手座是公主 是主動型的 就是說她是比較活躍 她是那個兩人關係中的明星 那不好意思 今天是她要演賢慧 她就演賢慧 她不想演賢慧的時候 比如說 我也覺得一次這樣做 對 我覺得射手座是要看 她在一段關係當中膩了沒有 對 當她開始膩了 她的注意力就會飄飄 當我捐久了我就不想了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好不好 第一名專情但不專一的 那就是巨蟹 巨蟹 她有非常多專情的對象 如果你現在覺得她很專情 可是你不敢相信的是 你可能只是她三個專情的對象 的當中一個 螃蟹有分並重 真的假的 真的 可是你知道嗎 每一個女人都認為自己是她的唯一 這是巨蟹男最厲害的 好強 優秀 來囉 第一名 女生 那就是 天蟹阿迪上榜了 獅子 天蟹 為什麼沒有天蟹 天蟹 很生氣 真的嗎 獅子座會 我覺得很正 天蟹如果要專情就專情 要不專一就不專一 我覺得天蟹是這樣 就是妳剛剛講的 對 不專情就不專一 對 但是我覺得獅子太怕輸了 妳知道嗎 妳也覺得像我是 可能要忍很久忍得幾年的時候 說不要才可以不要 她超阿沙裡的 我跟你講 獅子座 通常他們一定有經歷過一次 就像斯嘉說的 被嚇到的過程 從被嚇到的那一刻開始 她在感情上 她就保持一種疏離的態度 她享受那種 我彷彿在戀愛 但是其實她從來沒有真的進去過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專情 但不捐一 就是這個原因 館長 有沒有要叮嚀我們現代的女性 或現場的女生 什麼事情都是自找的 你這種說脫心的自找 懷疑了半天 那可能是 女性的地獄感 我永遠覺得是比男生強十倍 心理年齡也比男生大十年 那你們自己下去 已經懷疑了這麼多事情 第一時間判斷都已經知道了 然後還要自己下去弄 事後再來 再萬壇 你怪誰 真的 怪誰 給你一個讚 最後 4月21號演唱會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謝謝 謝謝 过一世人 到底是爱我看 这堆落孤单的 分房分是人随伴 青春啊 青春是人的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